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小萌 你要我说你什么好 我之前跟你讲过对吧 我让你不要发 不要发 一些东西都听我指挥 你现在倒好 直接发到局域网上去了 你那全旅的人都会知道怎么办 我就稀里糊涂 不知道按了哪个案件 然后我的电脑连着公众号 我也没想到会发出去 对不起 你等着吧 明天班长知道这件事以后 少不了心风血雨 那肯定会有心风血雨的 不 你还挺高兴是吗 不高兴 那现在有办法删掉吗 不能了 明天大家打开手机都会看得到 而且那是军王 我当时特别着急 我也按了站定 可他还是发出去了 没办法 我现在只能想 本身我做这件事情 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对吧 嗯嗯 我也是为了树立我们男兵的形象 是 因此 即使被所有人知道 也不能说我什么 对 那你不生气了 这不是生不生气的事情好吧 一码归一码 你这件事情 性质很严重你知道吗 我一直拿你当兄弟的 拿你当战友的 什么叫战友啊 战友战友轻如兄弟啊 你倒好 转眼就把我给卖了 再说了 我现在可是新兵考核的关键时期啊 也是一个作为优秀坦克兵来说 几步的关键时期 我在这个时候不能出一点点岔子的 你在这个时候背后捅我一刀 真的是 我觉得你这个人品行有问题了 你知道吗 你说完了吗 不是你 你你想说什么 我什么态度啊 张能量我发现你这个人 只考虑你自己 我刚刚接了一个什么样的电话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吗 你现在倒好 见了我就劈头盖链鱼的臭骂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你小声一点行吗 我不 首先我没有骂你 我在跟你讲道理对不对 你这是讲道理吗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为你处理的 你就不能宽容一点吧 说什么战友战友 庆如兄弟谁信啊 不你搞得好像是我做错了一样 明明就是你做错了 这是理直气壮的 行 这件事出了什么后果我担着 就这样 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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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个好兵 因为他能将祖国的嘱托 人民的安危 好兵 能够用蒸蒸铁骨 去助救陆弱金汤的国门 还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事情 战友们未曾经讲 因为他同步张家舞 他有自己高尚的灵魂 畅想力 你太有才了 这上面说的 说自己 如雷贯耳 耳熟能详 你是老字号啊 你到底是卖什么的 烤鸭还肘子呀 他把自己说的 可是这坦克九旅 威震抵胆的事 都是你干的 坦克九旅 赫赫阳明的事 都是因为你 但是说自己 肩负着祖国的主 托人民的安危 我都害臊啊 班长 这件事情我不想 做过多的辩解 但是我确实是有些想法 可以跟你探讨 还跟我探讨 你跟我探讨什么 探讨拍摄手法 探讨怎么拍 还在 叫谁拍的这是 班长 是我拍的 你还真没看出来啊 王晓鸭 你不光会成老父亲 你还会拍这个 你想当摄影师啊你啊 我也是想过 啊 啊 全旅都知道这个事了 旅长都看了 可是我最后一个看 啊 你看我干什么 这上面的人不是你吗 你还有什么 想要狡辩呢吗 这其实就是一种包装 那他们女兵用静态的方式包装 我们就有这种影像啊 动态的方式包装 我觉得能超过他们的 什么动态静态式 超过什么啊 比在训练上 我跟你说啊赵能量 表现自己 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吹牛就吹到 吹到这个份上了 理解不了 你量力而行好不好 以后这种一个人想代表全军的事 不要再干了 不好意思拍的你 这里面全是你 提正部一声 你要是真拍 再拍你得有我 你得与他们都 别笑了 真拍啊 不准再拍了 小萌 你怎么了 我妈可能要手术了 为什么是可能啊 手术这么大的事还定不了吗 他明怕我担心了 不跟我说实话 太能理解了 好像现在的家长 是不是都喜欢这样啊 可能是为了让我们安心 好好待在部队里吧 要是一旦出了什么事 他们第一个想到的 不是告诉我们 反而是用那种 自以为善意的谎言 来瞒着我们 我妈也是 上个月 我姥姥摔了一跤 我床不起了都 结果这么大的事 我前天才刚知道 而且要是我不问 我妈她还打算瞒着我 我就希望我妈妈能快点好起来 相信我 相信我 你妈肯定没事 小萌 连长 过来一下 跟我走 向后转 去步步走 走 报告 过来吧 周伟好 周伟好 你们几个 动静不小啊 你们的事情都传到旅里边了 抓紧一切业余时间 学习坦克车知识 想进步 还想上坦克 好 精神可嘉呀 我为你们的精神 年轻人怎么说来着 点赞 有梦想才会有动力 就怕那些 连梦都不敢做的人 我和旅长商量了 要是不给你们一个实践的机会 是不是对你们不太公平啊 那您的意思 是真的让我们学习坦克驾驶 我说了不算 一切要在实践当中去检验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们 女子坦克车组不能解散 还要继续加油 旅里边专门设立了一个 女兵坦克车体验日 到时候 就希望你们用自己的能力 为自己代言 谢谢正伟 谢谢正伟 敬礼 谢谢正伟 女兵坦克体验日 这是个什么鬼 什么什么鬼呀 旅里下的命令 你跟我急什么 我去带着女兵训练 还还体验坦克 对 这不是个陪少爷读书的活吗 哪那么严重 还少爷呢 你喊立正他敢少席吗 我不去 谁爱去谁去 哎 政委亲自给我打的电话 明白什么意思吗 这是隔级通知 你要不去你自己找政委去 你看 你还将我军 我认为这个事 不合理 哪个合理不合理 就是 就体验一天 又不让你待好几年 你就执行命令 好不好 你变了 我怎么了 你不表达你内心的观点 我表达什么观点 个体验人 我不说了吗 那旅里的命令 啊 蓝旅长点的 政委给我打的电话 你没说实话 你把我当礼拜天过 我理解你 你也别倔得跟投牛一样行不行 屡理下的命令嘛 你就服从命令 行 我服从命令 哎 但我也先说清楚啊 我不知道体验日该怎么训练 那训练 就是训练 跟男兵一样 体验日体验 你不明白什么意思啊 你也有个心理准备 那个牛族子你要干嘛 你给我来劲是不是 牛族子 我怪不得你担着我 这是 你不玩啊这是 坦克兵 嗯 在驾驶坦克之前 都要进行一个共同的科目 排电瓶 你们班怎么就来了三个人啊 牛班长 你们女兵组进了一个示范车组 我们三个是代表 女兵坦克体验日 咱们就从最基础的来吧 搬电瓶 这他们之前都练过 面前这五块电瓶 你们三个人一组 呃 十分钟吧 啊 搬到前面那个小红旗那里 如果完成了 咱们再进行下一项体验 报告 讲 班长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是抬电瓶不是装电瓶 你抬都抬不动怎么装电瓶呢 嗯先完成这一项体验 如果你们做到了 十分钟之内完成任务 那你们想学什么我就教你们 先上手试试 抬过去就行了 现在读苗 三 二 开始 一二三 一二三 我这可不是为难你们 男兵也是这么练 在后面可能还有换旅带 这 这就不行了 加油 加油 一二三 走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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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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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还有五分钟 怎么 加油 加油 怎么 怎么了 我手疼死了 我手疼死了 你去救我一般救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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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痛 不区别于军舰 飞机 和特殊兵器 走走走走 走走 一二三 七 五 五 五 加油 快看 会不会太残忍了 我可以 来 我可以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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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三个人 再搬八个来回 八个 完成之后再来找我 再回 六 六 别用 三个转 八把走 八烫 八掌 八掌 小萌 我觉得我实在应该是量力而为才对 八烫啊 怎么谈啊 我都能直接趴地上啊 好了 坚持住 加油 可以的 林玥 你想不就要上坦克啊 林玥 坚持住 加油 走 林玥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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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在这儿干嘛呢 你这大半天都干什么了 训练的 今天不是女兵的坦克体验日吗 陪着他们训练的 有你这么训练的吗 那些可是女兵啊 要讲究方式方法 这里你都不懂吗 什么方式方法呀 训练我还不懂 这体验嘛 那就跟男兵一样 今天先生们试试 在这儿搬电瓶的 如果练得好 我给他们布置下一个科目 我知道你一直都在跟我赌气 因为这一切的根源 就是我的那次营长 对吗 没有 这不是赌气的事 不是说 女兵可以上坦克吧 让他们先试试 这一天练下来 明天还想不想练了 我真的没想到你有努力 你的封建思想这么严重 简直使骨不化 部队条例里哪条写着 女兵就不能上坦克的 人家蓝旅长 都能接受这个观点 你为什么就不行 现在什么年代了 女性的社会地位 跟男性是一样的 部队更应该如此 何巧你这义正言识的 我可没有歧视女性的意思 体验嘛 这就跟男兵 男兵一样 咱们用事实说话 好不好 今天这一天练下来 你先看看他们什么情况 如果行就练 不行不行就不练呗 好好好 我没上过坦克 我不比你了解得多 那现在我请求你 改变对女兵的作询方式 改变不了 要么练 要么走 那我就看着他们哭鼻子 让我愧疚吗 牛猛力 独断专行 法西斯 快 快 我们快放下 林玥 我都不敢玩了已经 这儿 我都不敢玩了 你们怎么样 我还好 小龙 我还好 没事 小龙 你还好吗 还好 你呢 没事 真没想到 怎么女婢怎么 上个坦克这么难啊 她好不容易跟 蓝领长特批来的 练车日 最后就这么个结果 连车都没碰着 跟着练了一整天 谈变屏 成与不成 咱们都要善事善终 至少咱们努力了 争取了 我觉得班长说得对 而且你看 还剩最后一堂 加油 坚持 加油 加油 走 走 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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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午 你们也都参加了 女兵的坦克体验日 咱们彼此 都谈谈感受 女兵体验了一天 你们有什么感受 班长 我觉得啊 女兵上坦克 我反正这两个字 呵呵 思议化 你这叫什么感受 班长 我是觉得 看她们觉得挺可爱的 那个想 上坦克的这个心情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觉得 女孩子还是 身体是跟我们怎么比的 怎么那么娇小 你就别说人家身子了 我看跟你差不多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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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长 我跟她俩舞台一样 我觉得这批女兵挺胃套的 就是有这个伤进性 有学悟 有积极性 特别好 这值得我们学习 嗯 积极性 对 嗯 班长 嗯 我觉得 稍微有点过了 我过了 啊 那个 就是 当女兵 搬电瓶 我们男兵 自己一个人搬电瓶 都有点吃力 女兵 大雷说得对 我有同感 我也在这么想 哎呀 女兵坦克体验日 说实话啊 从我这儿我很排斥 那女兵嘛 不适合上坦克 也没有必要体验 体验什么 有什么用 但你既然是体验 是吧 那就得跟男兵的 做训科目一样 这才能达到体验的意义 但是 是 你也说了有点过 所以说呀 咱们呀 时不时的 还是要多交流交流 我也需要你们帮助我 我实际上有什么问题 你们发现了 要勇于指出来 所以咱们今天 这个办公会结束 现在是我的吐槽会 想说什么说什么 咱俩这年头长 你先来 吐不出来 虚伪 谁还没点毛病啊 你等着一会儿看我怎么吐你 谢谢 是 能量 你先吐 我没什么可说的 我业务能力又比不上你 思想觉悟比不上辣强东 学习神迹比不上于大雷 我有什么可说的 那你吐我 你怎么还吐上自己了呢 看到你对女兵的那些态度 再加上现在我姐不踩你了 我可以断定 你在情感方面的智商吧 等于零 不是零 负数 挺好 接着负 但其实呢 就是我姐的事 想让我们大家伙一起帮你 出出注意 没错吧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不是也没什么问题了 那散会吧 别呀 别散会呀 这是还没 还没说清楚的 班长搞了半天 这是怕影响准不理你 哎呦 班长 没事 以后这个叶小军呢 不理你这个事情 可能会经常发生 你习惯就好了 看看别敏 这老歹是起哼 这看热闹是吧 给我提点建议 帮我想想办法 其实要想把这件事情解决呢 是有一个办法 好 今天白产窦看到你了 我kk 谁要闭嘴 我先闭嘴 我先闭嘴 你们要干什么呀 不要拿 不要拿 这是我的 这叫我就要纠察了 还没 司机 我先闭嘴 快闭嘴 你闭嘴 我先闭嘴 我先闭嘴 谁闭嘴 谢谢班长 谢谢班长 喂喂 梦子兰 爱的是他们 她不爱吃 是什么地方 这你这个 什么地方 来 我会爱的她们的 你放心 你爱什么 不是 开 你吃不了这么多东西 她不爱吃这些垃圾 你爱后了 你爱后啊 小小好 谢谢班长 这太多了 这是我的 班长 谢谢班长 喂喂 梦子兰 来 谢谢班长 来来来 我这一大腿来了 快点了了 一起都了 放这块够了 放这地油 来 这么多是给谁买的呀 慢点 快快来 慢点 放这些 这么多是给谁买的呀 我们白的 大家 memb 你信吗 我不信 一定是出大lighet 就是出大lighet 大持 对 你不要管 我们班长 班长 对对 你真的想开了 他们这可是打算要你的命啊 对啊 班长 班长 你干什么 你太假了 班长 班长 你不适合当演员呢 没有装 没有装 我想一下 我看看大概是多少钱 这点东西多吗 带着钱呢 不够 你看 我们班长现在是富二代 一切不从再来买的 我这儿还有呢 买 买 都买 好 来 走 这些都是给你买的 拿回去吃吧 我不吃零食 那什么意思 退不了了 那你干嘛要买这些东西啊 其实也不是我想买 他们逼着我买的 哦 是别人逼着你买的 那这意思就是你不想送给我 对吗 钱是我花的呀 哎呀 嗯 怎么说呢 呃 班长 我们回避 小有准 车 车 走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什么叫我就明白你的意思 这大半天你也没说什么 我怎么就明白你的意思 哎呀 这段时间 嗯 有些话 不该说 是吗 嗯 哎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你说的什么呀 你再说一遍 哎呀 你别难为我了 哎 你也应该能看得出来 我道歉的诚意 反正你生气我也很难过 我这个人说话就这样 太冲 直 以后我注意说话方式 你啊 是说话太冲太直 但也挺好的 不过你刚才那话 感觉好像 我不原谅你 是我的不对 哎那倒不是 嗯 还是我不对 哈哈 但是你这些东西 要是不拿回去 那就是你不对了 不拿 我为什么要拿 你不拿 你不拿 退不了了 啊 你在这个 保质期内 啊 尽量把它吃完 合着 退不回去了 让我吃是吧 你有努力 你 那我吃胖了怎么办 谁负责啊 我负责 你是怎么负责 我 你拿什么负责 我拿命负责 行不行 把等人脸皮马猴来 这么多东西啊 我一个人拿不了 那这不是事啊 只要你说要 就行了 那两个人 走 来 来 知道你爱吃这些东西 所以特地多拿了点 你还挺处心积虑的呀 知道以你们班长的名义 来嘟我的嘴 不是 我今天来很真诚的跟你道歉 我知道我上次说错话了 都是气话 你别放在心上 好吧 看来 看来你给我这么多吃的东西 都想讲 不过那天你说话真的特别过分 还说我这个人什么品性有问题 不过那天我也不对 我接了一个电话 情绪特别低落 我也欠你一声对不起 对啊 你那天还没说明白呢 你接谁电话 我妈的电话 我什么 嗯 我上次不是跟你提过吗 妈妈身体不好 我打电话回去问她 她们因为不跟我说实话 我特别担心 对不起啊 嗯 没事 啊 好了不想那些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 没什么话要说的 嗯 就是谢谢你啊 嗯 你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知道你现在有一个新闻号叫什么吗 嗯 好兵账能量嘛 全旅都知道了 不是 我给你看啊 做好心理准备啊 九旅第一窟 挺上镜的吧 嗯 洗衣服去 嗯 哎 怎么 嗯 听说你要出去啊 对 今天说下午是军营开放日 开放日 嗯 什么主题啊 我都不知道 听说是鼓励非现任人员投身部队 来的都是一些什么摄影师 是作家医生的 而且啊 咱们旅这次是拳头不对 听说是试点 这么厉害呢 嗯 班长让你去吧 没有 我主动跟班长请假的 这次来的里面呢 有的是我的同学 说想借此机会来看看我 我要是不去的话 有点说不过气 可以啊 你黄小萌 我都不知道你这么厉害呢 你同学对我当记者 当摄影师的了 也没有什么的呀 他们呀 还羡慕我们当兵的人了 说向往我们均匀生活 而且啊 我们会的呀 他们根本干不来 哎 不过要我说 你这些同学真够意思啊 你说毕业这么久了 还能记着你 还都站在来看你 哪像我啊 我那些同学 估计早就不记得我是谁了 好了 不想这些了 来看看怎么样啊 英姿洒爽 完美 在我眼里啊 你不管穿什么 都是我的女神 就喜欢你这样 无条件支持我的 那我走了啊 去吧 一 二 三 三 班长 你就让我去吧 人家连长都点头同意了 连长点头我不相信 真的啊 我跟你说啊 就是因为我上次的 乡亲大会办得好 那么连长呢 就亲自点的我 马上考核了 你看看人家 你不训练啊 班长 你听我说 我这个人分得清楚清楚 你就算让我现在考核 我闭着眼考 闭加85分以上 对吧你 真的啊 班长 你就通融通融吧 好不好 我早去早回 你别给我来这套 快去快回 可能还要出去吃个晚饭什么的 什么 出营区 不是我说万一有可能 可能 万一也不行啊 嗯 你出营区能穿这身衣服出去吗 没有我有面装准备好了 我就可能出去吃个饭就回来 谁同意你出去吃饭呢 晚饭前 啊 晚饭前回来 是我尽量吧 争取 什么争取 必须晚饭前回来 行 我必须晚饭前回来 我尽量尽量做到 什么尽量 必须晚饭前回来 好 争取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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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小波 什么什么 你好 你好 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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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没见 我都快认不出来你了 是吧 你这人青春 特别好看 是吧 看 看吧 小波 小波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帅 帅吧 短发都好看 谢谢 好 欢迎 欢迎 你好 你好 一路辛苦 欢迎大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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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 叶小俊同志 哦 您就是 投身部队的摄影家 叶小俊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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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提出过你了 今天啊 是终于见到你本人了 是的 你好 你好 哎呀 你刚刚在车上 不要喊那么大声 部队里是不能喊那么大声的 哎呦 小波 你已经理解他了 对啊 你还上大学那会儿你还记得吗 就是 一天一封情书 五天一束花 好 来 来 大家里边请 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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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 不说 我带你们参观一下 怎么样 走吧 走走走 真好 小猫 别用了 你们自己带睡吧 没事 拿着吧 我继续得照顾你们的后勤是吧 后勤 对啊 后勤干吗 后勤保证是部队人词 你对军事不了解 当然不知道 诸位来宾 各位朋友 我是九旅的政治委员 陈元丽 首先 我代表九旅的全体官兵 对大家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 建立非现役文员制度 是中央军委 在新的时期 为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 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战略巨措 部队目前的人才队伍呢 还存在着知识结构 成长经历比较单一的情况 建立非现役文员制度 就是为未来的军事发展 提供一支高质量的军事人才队伍 所以今天把大家邀请过来 到我们部队走一走 看一看 听一听 当然了 选择权都在你们自己的手中 我还是那句话 部队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 有请叶小俊同志 给大家谈一谈自己在部队的 浅身体会 我现在更愿意这样介绍我自己 我叫叶小俊 曾经是一名摄影工作者 现在我是一名军人 是一名军报记者 这几个月我在部队的意义非凡 我对自己的选择 无悔和骄傲 加入非现役 是为我们部队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最近我的摄影作品 都在网上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有快乐的笑声 成功的喜悦 也有离别的悲伤 和失败的痛苦 我想说 这些照片都是最真实的 更加富有生命力的 通过我的镜头 我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也更加知道了 我自己的人生价值 而作为一名摄影工作者 因为部队 我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你看看你们现在多好啊 可以通过报名先体验 然后再做出自己的决定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部队 越来越开放 透明和自信了 请问 您当时是为什么要加入飞线营呢 是我儿时的一个梦想 对部队有向往和憧憬 那还有其他原因吗 您的资料 我们可是都在网上看过的 也有爱情 不可否认 这毕竟是改变 甚至要和从前的自己说再见 而且我们每一个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不是单独的个体 都有必须要考虑到的人和事情 所以当时我很彷徨 如何面对 没有人给你答案 这个时候 我有自己的内心 能够指引你到达一个正确的地方 既然选择了 那就一五三五地走下去 无论是对爱情还是对苦客 我觉得坚持更多的是需要自己内心的经验 我不愿意做遥远的恋人 而且我坚信 我这一生不会再遇到第二个台 所以我就来了 也体验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现在我知道 如果爱上了一个军人 那就要 学会安静地接受 安静地工作 安静地生活 安静地微笑 如果你们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那就不要对他说爱 也不要许诺 如果没有办法 接受他为什么不陪着你 为什么工作那么忙 为什么那么他不接电话 那就不要 不要去打扰他 因为 他们都是游血有肉的人 经不住我们这么折腾 好了 我今天说的太多了 每个人的爱情都是不一样的 我的 仅供大家参考 好了 好了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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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了 麻了 班长 早都提上劲了 班长 说的什么呀 这么开心的 都乐出声音了 我还笑出声来了 四号 都听见了 其实也 他不是在演讲吗 其实也没说什么 算了 算了 肯定说了很重麻的话 你们就不要问了 班长这儿不好意思说 不好意思说 走走走走 谁说的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呢 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我大概能背下来几句吧 其实没什么 他就说 他是 为了我 来的部队 说是 他不想跟我成为 遥远的恋人 他认为 他这辈子 我是他的这个 我二斤选 我二斤选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什么的 你把部队队换过 好重麻 这有什么呀 这有什么呀 谢谢你 我的领子 别的 感谢 我 那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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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